欢迎来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就是这个画面 小小的身躯 骑着大大的旧型三轮车 车上载着坐轮椅的阿公 骑得有些吃力的模样 让人感动又心疼 民众将照片po上网 引发社会关注 希望可以给知名孝顺的妹妹 更多的帮助 这一幕虽然感人 可是女童的阿嬷 看见记者上门 立刻表示 对于孙女将载阿公的行为 其实很不赞成 因为真的太危险 五小妹妹小二 就会骑三轮车 平时更是贴心孝顺 母亲姐还亲手 做蛋糕模型送给阿嬷 阿嬷亲一个阿嬷 把阿嬷的东西 帮她骑三轮车 老旧生锈的三轮车 就停在门口 虽然小女孩是出于一片孝心 要再因为跌倒 行动不变的阿公 到银行办事情 但是如果发生意外 阿嬷不敢想象 现在不知道啊 我也知道我会懂啊 就是阿公 保证不会再让女童 载着阿公上街 虽然家境不好 靠着卖严肃机 和资源回收 勉强过日子 但是孝顺的孩子 却是再多的财富 也买不来 所以阿嬷婉拒了社会的帮助 决定靠自己过生活 周年新闻 林医生 许玉平宜兰采访报道 妹妹 现在呢 大家都很关心 他跟阿公阿嬷感情好 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画面 但是从这个新闻画面 也拉出来很多的这个问题 很多的角度 我们都一并要来关心 今天现场的来宾看到 荣总高龄医学中心 主治医师刘建良 刘医师好 主持人好 还有社会观察家 尤能勇教授 教授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医药记者 全家丽 全家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敬平 今天好 大家午安 敬平先跟我们讲一下 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我自己有小孩 我看到这个小女生 载着这个 他的阿公 我骑着那个脚踏的三轮车 我真的看了十分不忍心 真的看了 让人家觉得很难过 刚刚我们在看这个 新闻片段SOT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说 你看 这样子一个十岁的 这个五小妹妹 她吃力的这样的一个身形 你看那个被网友拍下来 那个po在网路上的那个照片 你看她只有小学四年级 才十岁 挺多身高 大概我刚刚这样目测 一百三十几一百四十公分 上下差不多 可是你看到她载着 后面载着一个七八十岁的 一个她的一个阿公 她的一个长辈 其实这个照片拍下来 你看到那个画面上 大家都会觉得说 一个小妹妹好像已经做出 她超过她体力 这个年龄 心智发展 身心骨骼发展也好 她应该负担了一个工作的感觉 然后你看她吃重了 虽然骑着脚踏车 这样子好像骑了大概 新闻是说 大概骑了一公里上下左右 可是你看这样一个小朋友 小妹妹去载着她的阿公 感觉就像 她因为她是单亲家庭长大了 那像刚刚新闻一样讲的 就好像她阿嬷还是很不赞成 她这样有点危险 其实那一天她的状况呢 这个吴小妹妹呢 她其实平常就很乖巧 从小呢 就是很懂事 一个女生真的很贴心 然后载着她的阿公 她阿公那时候是急着 要去那个银行去领钱 所以她也没想到说 这样的一个单纯载着阿公 赶着路上赶路 那个三轮车 就当成他们虽然脚踩了三轮车 就当成他们一种好像代步的交通工具 就取代我们一般都会行锁 搭计程车或大众捷运或搭公车 但是在这个宜兰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那个路口是交通繁忙的 他这个我们去过宜兰罗东 大家知道那个好像罗东的 那个纯金路跟民生路的路口 在那个地方然后被拍下来 路人就看到这一幕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感动 其实当时小朋友也没想太多 只是想说就是赶快载着阿公去 赶去办他的事情 也没想到被拍下来放上去 但是因为这样的孝心 更让大家觉得说 在我们台湾社会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家庭的教育 家庭的这个温馨 很多现在台湾很多小孩家庭 几乎都是隔代教养 也就是说父母亲不是在忙 就是出外地工作 往往下面那一代 就是像我们这种小孩子 可能让他我们上一辈的父母亲 比如说他的阿公阿嬷 或是外公外婆来照顾 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他长期阿公阿嬷 跟这个五小妹妹相处在一起后 祖孙感情就非常的好 今天看到这个画面送他阿公去那个 因为他阿公有点不良一行 去银行 真的让人家觉得很温馨又很感动 然后又觉得说台湾的社会 是不是已经很久没看到这种温情的画面 然后是不是应该也重视说 祖孙之间的一种 就是好像在给他们一个教育和援助方面 因为很多的弱势家庭其实都是这样 不是阿公阿嬷带着小朋友 小孙子小孙女 就是你看这种小孙女带着他的阿公 所以我觉得往往看到这种新闻 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感慨 不过阿嬷有点不太高兴 活在黄亿宫这样子也实在是太危险了 就是因为这样的照片 路人看到了 吓了一跳 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然后把它拍了下来 然后把它公布到网路上面 才有一连串的最后呢 大家找到了妹妹 不过嘉莉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发现这个妹妹 她真的是个子很小 然后她的屁股没有办法坐在坐垫上 而且那种三轮车 我是个人没骑过 她应该不会像现在大家流行的小泽那种 人体工学啊什么的 三轮车绝对跑不快 对不对 三轮车跑不快 因为她后面还在了一个老先生 那这小朋友她其实是 她没有办法坐在椅子上踩 她必须站起来往下踩 才能够把三轮车往前带动 而且她的腿也不够长 所以像非常辛苦 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的踩 那在网友在po这张照片的时候 那时候每一个人看到这小朋友 载着这个老先生 像是国兵级的礼遇一样 每一个车子都往外 真的哦 闪过他们 就很体谅 对或者停下来 等这个小朋友把老人家 再再再再再走哦 那感觉就是大家会非常压抑 其实我觉得当时的那个十字路口 那个景象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浪景 把它拍下来应该也蛮感人的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网友po这片 po这个照片的网友 是看到这个画面非常感人 才po上去 对对 那这个小小女生呢 其实是就感兴趣的 就是她在她自己的有有部落格 可能大家可以去上她部落格 去给她按个赞 就她的部落格里头就提到说 她很喜欢这个阿公跟阿嬷 然后所以她都会 你是说这个国小三年纪 你自己就有部落格 对去采访她说 她自己有部落格 然后她就说 很希望或喜欢跟帮阿嬷做事情 因为她很想阿嬷喜欢她 因为只要帮她们做事情 她们就很开心 那阿公阿嬷开心她就很开心 她是一个隔代教养 那我相信说阿公阿嬷 也很疼这个小孙女 只是说并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资源 来帮助这个阿公阿嬷了吗 因为如果都让十岁小孩子 去照顾一个七十多岁的阿公 那谁附和得了 我们连四五十岁 都不一定能够照顾得很好 那像这个小女生感兴是 她一点都不觉得苦 或者是不对 或者是我比别人好 没有 她就笑嘻嘻 就是当记者去采访她的时候 她非常开心 一笑嘻嘻嘻就说 我觉得帮阿嬷跟阿公很开心啊 那种感觉我就说 哇 这小女生好懂事喔 有超龄 对 超龄的懂事 你看不 她脸喔 看起来就像一个十岁的小女生 可可爱爱的十岁小女生 可她当她讲出来说 我很喜欢帮她们做事的时候 我想到说现在被宠坏的父 那种小公主小皇帝 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那些小公主小皇帝 是六个人在宠一个的时候 然后这个小朋友 这个十岁小女生是 是一个人在照顾两个人 或者陪伴两个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哇 这个城乡差别 或者这个待遇实在是差太多了 尤教授我们虽然说 我们以前在新闻里面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不是静然公平啊 大家常常讲什么隔代教养的问题 隔代教养的问题 这一对祖孙看起来不是你有问题 人家感情好得很啊 但是呢还是会觉得说 缺了中间的父母亲 我想刚刚这个场景 因为我刚好是宜兰人 就在纯青路上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断层 台湾有句话说 以前的社会是小孩带小孩 后来演变成现在是老人带小孩 小孩带老人 怎么讲呢 因为变成说现在的一般的年轻人 两个夫妻都要上班 那这个阿公在谁照顾 只有一些未成年的少女来照顾 照顾衍生的一些社会的现象 只有两种 一种叫做所谓的经济面跟政策面 像日本来讲 他六十五岁的老人 几乎是都有所忠 有所用 有所居 所以我们的政策面来看 像 也这边也不好讲 像我们的李弘元 他是学公共工程的 去搞内政 把老人问题丢给他 我想这个是有待很多商榷的 不过呢 现在您刚刚也提到说 很多的父母亲 中间这一代的呢 他就要出门去工作啊什么的 如果说要自己 父母亲能够照顾 这个祖父母亲 阿公阿嬷的话 恐怕你非得要什么 要不然就是你可以辞职了 要不然就是你可以退休了 就算你拿到了一笔钱 拿到了退休金 你就可以很很安心 很没有问题的照顾 父母这么顺利了吗 你还记得之前的那个 上礼拜的新闻 不是有一位这个 所谓的六妈妈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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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儿子了 也是引发了不少争议 不过呢 虽然说大家看了那个 他在遛妈妈 拿着那个绳子的时候 真的觉得看不下去 但是其实邻居说 他可是孝子 他并没有不顾爸妈的 其实一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连我颁开报纸一看 我也觉得很震惊 这个跟之前那个 在台南那个调查局出生的那个 背着那个母亲 重病的母亲 那个真的是天狼之别 他怎么会拿着一个绳子 好像早上傍晚 我们那种一般民众 在户外遛狗那种行为一样 链子 一条链子 或是一条绳子 就像拴住那个妈妈的身体 然后感觉好像在遛妈妈 看到这个这一户画面 我真的吓一跳 我想说天底下怎么有人 这么不孝顺啊 而且这么外显示的 让大家这样子大大大的就看到 而且拍下来PO到网络 怎么还可以 结果后来 新闻大家网络都会人肉搜索嘛 在这种网络普及巴达的时代 然后大家也开始去找 后来找出这个男子 叫郝金生 他是今年58岁 住在台北市 一个台北市民 也是一个海军的一个军人 退伍人 然后跟太太都是住在台北市 那他也喊冤啊 说他不是要去遛妈妈 他觉得说 PO上去 把这个照片PO上去的那个网友 害他就能背负那种 好像不孝的骂名 他也觉得很气很冤枉 然后呢他是解释说 当时呢 其实他是在他妈妈身上 绑一个叫做安全绑带的东西 然后呢 网友就有质疑说 那你妈妈跌倒在地上 你为什么不去扶他 就好像一个小朋友 或者是一个动物小丑物好了 他在地上摔在那边 爬在那边 看不下去啊 然后这样子像网络上这样PO 好像感觉好像是在虐待他 那种感觉 我们一开始真的第一时间看到画面 但是当事人他跳出来 他先讲当事人他有解释啊 他就说 因为他的妈妈这个高龄78岁 已经将近80岁 帕金声势症那种感觉 然后帕金声势症之后呢 他因为他的妈妈脾气又扭又硬 他有时候以前呢 会用推轮椅啊 或者是那个助行器啊等等 协助他妈妈去走路 可是妈妈一摔倒之后 他一开始会去扶他 可是妈妈一开始会让他扶 可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他脾气就很硬 很固执 不让他扶而且会生气 那他就想说尊重他老人家 所以他又不愿意 妈妈好像觉得说 无逆妈妈的意识 然后在妈妈身上绑一个安全绑带 万一妈妈因为七八十岁了 一摔倒不得了 轻折骨头容易折骨折之类 动重的万一摔到脑不简单 所以他绑个安全绑带 是希望说能够保护他妈妈 然后呢 随后往 就是随时可以往后拉 也就是说他妈妈 万一快跌倒的时候 他可以把他往后拉一下 然后避免他跌倒 而且他是说 他还制制一些苍蝇拍啊 还有那个防蚊的啊 在那个 因为他妈妈有时候去公园 山谷怕有蚊虫叮咬 还有苍蝇 然后把他这样子 就是让他觉得说能够让妈妈 那个日子过得舒服一点 这样的一个情况 让大家觉得说 怎么跟我们看到的画面上 好像落差很大 因为他是讲说 他平常啊 每天早上跟晚上 一天至少有两次到四次 要陪他妈妈出去外面散步 要陪他妈妈出去走 那感觉上好像也有一点 那种附件的味道 虽然帕金森是这 那种大家都觉得 让很多老人家很困扰 可是像这样子一个 好先生好先生啊 他是说啊 他平常邻居也说他是一个孝子 他每次啊成婚定型 跟妈妈感情好像 家里人感情都不错 然后也会陪他在公园上 我们看到画面 可是因为 我觉得很好奇的时候 问题是画面会说话 因为 他说他一个安全带 绑住那个 他的妈妈 可是他妈妈跌倒的话 他不是应该去扶他吗 对啊 再怎么样你就过去参他 因为他自己有讲 他说他妈妈会生气 脾气扭 然后固执 然后不喜欢人家扶 可是都已经摔倒了 就算妈妈生气 儿子埃及 这个骂又没有关系嘛 就像有时候 妈妈也会常常对我生气啊 你就忍受下来嘛 妈妈骂你 但是你至少把他扶起来 他不高兴 他还是骂在心里 但是填在 骂在口里填在心里 至少虽然骂你 但是我就说 可是他是解释说 因为跟他妈妈 他们自己 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他跟他的妈妈 可能有拇指之间 彼此的相处的互动模式 跟关系在 但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表现出来 会让大家觉得说 他真的平常这样对他妈妈吗 这个不晓得 因为都是从他邻居口中 和他自己好先生 自己的解释说 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人 纯粹就是为了 担心妈妈的安危 然后照顾了他妈妈的 一个生活起居 而且陪他妈妈 所以对于网友 在这样子 只是存一张照片 会说话的 这样的一个讲故事 然后让他觉得 也很不公平 其实我想到之前 我父亲他去膝盖动手术嘛 年纪那么大 膝盖后来动完手术 还要做腹剑 不好走的时候 我们要去扶他 他是不要的 连我们去餐厅吃饭 上下楼 连上下楼 要扶他 他是不要的 那时候我们心里也会气啊 我要扶你 你又不丢脸 但是他就是不要 那不要至少我眼睛 会死盯着他 你上下楼我盯死了 他要是怎么样 要闪一下 至少我会赶快去抓一下嘛 所以我可以理解 就是这位 所谓的六妈妈 这位先生 他心里觉得说 妈妈不要 爸爸不要 至少你眼睛会看着 至少他们如果真的怎么样 我比较难想象 后面的那个部分 说 那他趴在那边 我不去扶他 这是我比较难想象的 但是 我们现场的容总的医师 刘医师 他这样子的讲法 说妈妈有怕精神痣啊 或者是这个脾气 跟他 就是有时候会有脑脾气啊 什么的 然后所以他拿这根线 你觉得对你来讲 说得过去吗 说得通吗 其实说真的照顾 照顾一个容易跌倒的老人 其实有很多的方式 那 还有很多方式 其实他用这个安全带 他提的安全带 基本上 这安全带的长度 是有点太长了一点 其实 我们有时候会在病人身上 可能会给他一些相关的辅助的一些 算是保护的带子 可能他带子的长度是相对比较短 那你在病人快跌倒的时候 你可以很快的去把他抓握 然后可以避免他跌倒 那其实我觉得 其实这个案子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儿子其实可能照顾这个妈妈 也是压力非常大 然后照顾的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非常的受苦 因为 其实像一般 你得到这个巴金森市症 的一个病人 其实他长期是很需要人家去 去照顾 那在照顾的过程中 就会面临一些像 他可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因为得了这个病的人 其实他凡事都要依赖别人 在心理上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负担跟压力 那这样子的人 其实他的个性跟脾气 大多数是比较急躁的 尤其是得巴金森市症的病人 通常个性都比较急躁 那比较急躁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可能在这个沟通上 会有跟家人有一些冲突 那所以其实照顾久了 就像我们一般讲 就是你照顾久病的家人 你可能最后 你可能会心理上自己 也快要产生一些心理的疾病 所以我们常常讲 家属可能也会有一些忧郁的症状出现 或是有一些压力的症状出现 那所以在这照顾上 其实非常容易会有疲累的状况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应该看的不是说 这个儿子有没有好好照顾这个妈妈 而是我们应该想 这儿子说不定也是有一些疾病 就是自己也是受害者 那所以就是家属跟病人 也照顾到快受不了了 对 其实两个都是受害者 其实有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不是讲说 有什么酒病床前无孝子 但是我觉得用在 就算用在这个六妈哥身上 也不尽然公平 人家也是 奉养妈妈啊 每天要陪他去散步 你说现在我们几个人 每天会陪长辈去散四次步嘛 所以这样讲他也不公平 但是呢 看到这个画面就是觉得很震撼 尤其在对比之前的孝行哥 这张照片大概大家会记一辈子 把妈妈抱起来 用花布包的这个 教授到底照顾这样子的老人 有多么的辛苦多么困难 其实一般老人到这个年纪 好像得了在一个年纪之后 好像又活又回去 怎么讲呢 对 人家说老人就小孩 他们年纪好像是婴儿三四岁 然后一般人以为说 爸爸到这个年纪 我来照顾他是应该的 事实上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无奈 怎么讲呢 因为我们小孩子看他是可以长大的 爸爸妈妈是看他是衰老 是衰老 所以人家会觉得说 爸爸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就应该去孝顺 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 是有冲突的 什么冲突呢 第一个 因为有些人他深信就会觉得说 台湾有说老人有一个恋 说老人恋 就好像不喜欢老人的味道 尤其是媳妇 早期的媳妇都是要拔死拔尿 可是现在的社会 这种观念是没有的 我就什么东西就有钱 我就交给谁弄 但是我们话讲回来 这样的六老人跟孝顺哥 他事实上在我们身上存在很多 尤其是他们两个经济状况还不错 而且他都是外省第二代 而且一个是调查员 一个是所谓退役的海军军官 但是我们在看这个画面之后 照顾老人实在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所以我们对他们这两件事情 应该正面的肯定 而不是因为在骂他 或者在丑化他 孝顺哥是不可能有人骂他 但是也不要冤枉人家 刚刚讲到说照顾老人是很辛苦 但是其实当一个老人有多辛苦 我们待会回来就实验给大家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